今天《情懷車》的故事,與其說是一部車,不如說是一個人。 它的想法,它的偉大或決定,可以對一間公司造成一個多大的影響。 其實可以對一些商業的判斷,或者我們做人做事都好,應該都是有啟發的價值。 它是揮騰的故事。 你覺得是可悲可,只是可笑好。 一部輝騰在中國車迷的心目中,它的斷子,即是開玩笑的東西, 甚至是比它威風的東西。 它威風的東西,大家是不記得的,說不出來的。 甚至以它威風的東西,變成取笑它,開玩笑的一個證據和理由。 你說這件事是否多麼的悲哀呢? 那個很著名的斷子是怎樣說的呢? 最致命的大眾,就是這個Logo下面有字母。 說不得了,只要你看到大眾下面有字母的話,這輛車都是非同小可的角色。 但事實上,現在所有的大眾在ID3下面,你都會看到有字母在那裡。 很致命的事情。 第二個又說什麼呢? 它這輛車,我們今早洗車都已經發生過這樣的情況。 同時將那一張洗車接車單給大家看。 我們去洗車,這輛車的接車單上面寫著大眾合資麥騰。 大家完全將它的身份和麥騰結合起來。 你說輝騰的失敗還是麥騰的成功,這些都是比較有趣的一件事情。 其實輝騰,它有今天的地位,或者令大家會變成這麼多的談知。 甚至是大眾這個品牌永遠的套,它為何去造成呢? 當然是離不開吹生它的輝騰之父,阿費博士。 費博士在1993年就做了大眾集團的老闆,他是一哥。 但是他的阿爺也是保時捷誕生的之父,也是大眾之父。 所以他換言之就是這個品牌的一個創始人家族。 一個這樣的人。 他在1993年上台的時候,大眾是陷入一個經濟的困境。 他力玩狂了,令到大眾變成世界上最賺錢的一間車企之一。 他的利用額比Benz、寶馬都還要高,是靠費博士。 費博士還有甚麼成就呢?其實他最早在保時捷。 保時捷的全期車型,917、904,這些車型也是單身於他之手。 後來他去了奧迪,催生了奧迪的80車系和100車系。 你可能覺得陌生,80車系和100是甚麼? 其實100車系就是我們一氣最早合資去國產的那一部, 那一部就是奧迪100了。 那部車就是今天的A6的前身,80就是今天的A4的前身。 換言之,奧迪最賺錢的車型都是阿費博士之筆。 並且,奧迪現在每天都拿出來宣傳, 今次招牌,叩草這核心的技術,都是出自費博士之手。 事實上,他在1993年成為大眾的老闆之後, 他亦都力玩狂難。 當時的大眾是虧錢的。 由他主政之後,他經歷了一系列的提升計劃, 車型推出的計劃, 令大眾變成全球最賺錢的車企之一。 其實他那時不服氣。 他說,憑什麼呢? 我們做出來一家大眾, 他的質量,阿費博士自認為, 他絕對不會給一家Bang SX, 保馬價錢的三分之一,甚至一半。 他覺得很不服氣, 所以他就有一個催生於, 誕生一個更加高級的大眾品牌, 方便這樣一個計劃。 其實,這個會是輝藤誕生的其中一個背景。 另外,還有一個背景, 亦都是受他們去刺激的。 因為當時,在輝藤誕生的過程中, Bang SX是推出了A-Class。 A-Class的誕生, 和保馬亦都會做一些便宜的車型的時候, 大眾會覺得受到威脅。 哇! Bang SX都來搞我的基本盤, A-Class要挑戰我的高爾夫, 不得了。 所以這個時候, 大眾說, 你既然挑戰我的基本盤, 我亦都挑戰你的基本盤, 我去做一輛豪華車, 去挑戰你Bang SX保馬既有的市場。 基於這樣, 所以, 輝藤誕生會有這樣的依據。 不過, 輝博士, 你說它是硬項好, 你說它是厲害好, 什麼都好, 他做這個輝藤的理念, 是真的太極致了。 他認為, 只要他想做的事情, 在輝藤之前, 沒有一樣是不成功的, 並且在全球範圍裡面, 都會出了極大的成就。 所以, 根據這樣的推算, 我做輝藤, 一定都可以達到這樣的成就。 你知道, 現在大眾推出一輛新車是怎麼做的? 同平台, 無快化。 現在豐田先說TNGA, 但大眾一早就已經說無快化了。 同一個平台, 各種的車輛出來。 所以, 很多人直到今天, 都誤會了, 以為輝藤是拿A8的平台, 換一個logo, 換一個包裝, 這樣拿出來買的。 如果是這樣就好了, 如果是這樣, 輝藤就不用虧本, 虧了, 但是, 皮博士, 他當時做這個輝藤, 他說, 不行, 我們不可以用一部RT, 他覺得RT都是差事, 他覺得RT是一部跟寶馬7去競爭, 他都沒有到S-Class這個級數, 他希望這個輝藤做出來, 不單止可以挑戰S-Class, 他還要比S-Class更加好。 基於這樣的理念, 他將一切推倒重力。 為了他這個夢想, 輝藤整個底盤, 是基於當時大眾推出的D concept的計劃, 在這個底盤計劃之下, 有些什麼車呢? 現在, 大家要拿出筆記簿出來記了, 我再講一次, 輝藤不是跟A8同平台, 它跟什麼車同平台呢? Continental GT, 沒錯, 它是一部奔利來的。 換言之, 它是一部換錶奔利, 如果大家一定要這樣講, 它絕對就不是一部換錶Audi, 這個時候講完, 你會覺得它已經很厲害了。 同平台之下, 亦都有第一代的Panamela, 亦都是基於這個平台去誕生的。 不單止它跟奔利同平台, 它還要為輝藤單獨建了一間工廠出來, 這個就是德尼斯頓的玻璃工廠。 這間工廠我去過不得了, 它已經成為當地的一個景點, 亦都被譽為是現代工業的一個奇蹟工程。 它甚至, 裡面所有的地板, 都是來自加拿大的封木。 那些木, 人家是用來做車廂裡面的圖木, 都是可以用來吹半天的。 但是, 阿費博士說, 你這些圖木只被在我們德尼斯頓的玻璃工廠做地板。 我們的工人, 在製造每一架揮藤之前, 都要踩著這些, 你們被譽為很珍貴的圖木。 先去找德國的孖雅人牌指甲鉗, 去鉗你手指那些菌邊。 木浴, 墳香, 更衣, 沖到乾乾淨淨。 再聽一下, 莫扎特的K448, 聽完這首歌, 聽三個小時後, 你的心靈狀態, 才可以進入玻璃工廠, 去生產這架輝藤。 你說它厲害嗎? 按照這樣的思路, 全日這間工廠, 只可以做七架這些車出來。 所以這個也是, 輝藤剛剛出來的時候, 它用來作為一個很驕傲的賣點, 來作為一個存在。 其實尷尬的, 直至這架車停產後, 2015年停產後, 這間玻璃工廠, 陷入了一片的尷尬。 因為當時費博士, 要求這間工廠, 全手工去生產汽車。 裡面是沒有一些工業化的, 一些生產的流水線。 沒有生產流水線, 就意味著這間工廠, 是不可以改造的。 連改造都改造不了, 它就變成停產, 丟在那裡, 變成真是一個景點。 所以你說, 有什麼辦法不蝕錢呢? 你這樣來, 搞搞搞搞搞, 搞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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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 大眾汽車是為大眾而生產的汽車 其實輝博士在做這輛輝騰的時候 為這輛車制定了很多超越當時汽車生產水準的最高標準 江湖上說輝博士做這輛輝騰的時候定達了十條保密的最高的生產標準 其實到現時為止 我查遍所有書籍 包括德文的我看過 俄文的看過 英文的看過 中文的更加也看過 公佈出來的只有兩點 第一是這輛車的車身抗扭曲程度達到當時最高的水準 第二是這輛車的密封水準 隔音水準 每一輛車門的隔音水準是要抵受這輛車在300公里高速行駛的情況下 它都是不漏風的 它都可以保證裡面的氣壓是穩定的 這兩個是被公佈出來的十項神奇標準之中的其中兩條 亦都被所有媒體都拿出來說 基於這兩個標準之下 大家會認為 甚至當時中國的媒體會評價 這輛車是200萬以下最安全的 因為它的抗扭曲水準實在太高了 這輛車好像坦拉一樣 沒有人夠它撞的 第二個說這輛車真的很舒服 比你的S加車更要舒服 就因為它在300公里的時速之下 這輛車還可以很安靜 現在S加斯都開不了300公里 所以你沒辦法去驗證 這個觀點是錯的 基於這樣的系列 這輛車就是自己宣佈了自己成為世界冠軍 當時其實做了一輛飛騰出來 你說要挑戰其他的車型 費博士當然不止是這些 還有它的機器 怎樣達至這輛車可以達成300公里的時速 它會有一個W12的機器 這個發動機也是費博士心裡痛的地方 為什麼這樣說呢 其實當時就是因為大眾沒有12缸的發動機 它在和寶馬去競爭盧斯萊斯這個品牌的時候 就被人捏住春袋 它完全一句話都沒得說 因為它和當時的盧斯萊斯說要賣這個品牌出來 是由寶馬和大眾一起去競爭的 這個標是大眾贏了 它足足的價錢是寶馬高了1億英帆 這樣的情況下 它是買了盧斯萊斯所有的工廠 新產盧斯萊斯的圖紙這些工程師全部買下來 但是不知為什麼費博士 它突然間老人痴呆 只是怎樣呢 它居然漏賣了一件東西 就是盧斯萊斯的品牌 好了 這個品牌後來就給寶馬 拿4千萬英鎊買了 但是還買了什麼 買了一個G Mall 因為當時你買回來的盧斯萊斯 哪怕給所有圖紙都好 那次的盧斯萊斯 發動機都是寶馬的 就算我不管這個發動機 其他的所有東西都是老舊汽車 對於現代的車型來說 完全是不適用 所以完完全全 我覺得是詐騙犯來的 這些英國人騙了大眾 是買不成這件事 難道大眾說 我丟了一個帕什特的發動機 到布魯斯萊斯 這件事顯然又是不行的 所以廢博士後來都自我安慰 他說其實我目標就不是魯斯萊斯 我要奔離而已 我根本就不是魯斯萊斯 你魯斯萊斯 你寶馬要你拿去 我不要 所以今天 奔離也變成大眾下面 一個最高端的豪華車品牌 這部車和奔離同源的故事 才可以說出來 但是令奔離有尊嚴的做法 就是在初代目的 這架揮騰上面的W12發動機 換言之 這架揮騰上面 你們見到的所有東西 都是廢博士自己鬥氣的成份 童年陰影的成份 在事業方面 受到挫折的時候 要給對手致命一擊的 這些不憤力的成份 在這部車上 全部都可以看到 如果你對我的故事 都沒有興趣 我只會放在這架車上 我都很好奇 這架換標的Continental GT 究竟它有多厲害的地方 大家可以坐進這個車廂 我們再慢慢去看看 老實說 你說這架車 它有一部換標的奔離 如果不看故事 沒有人會聯想到 廢博士用的功夫 可能真的有德國人的思維 它全部都丟在裡面 你是看不到的地方 例如什麼呢 它這套空調系統 也是源於廢博士小朋友的時候 它坐過一部海底拉克 它對那部車裡面的空調系統 相當之感充趣 它叫什麼 它叫沒有感應的出風系統 它不會像風扇 對著你吹風 它會將氣流打散 所以它很固執地 將這套空調系統 設計成這樣 這部車有多達37個風機 它有37個風機 去將這些風機打散 你想像一下 大象上有37個風機 一個風機已經壞到沒有朋友 你有37個 這件事是相當刺激的一件事情 其實你看回它的豪華表達方式 它都是用一種很朴素很原始的方法來表達 一絲不苟的造工 你看這些造工 這些造工 它要求這件事 但是很客觀地說 這個其實跟所謂的手工製作 真的有些背道而馳 你想像一下 盧斯萊斯有沒有曾經宣揚過 我自己的車上邊的每一刻 每一個地方都是嚴謹如此 它會認為這些瑕疵 就是藝術創作的一些靈感所在 或者一些小跳皮 可能會認為是這樣的一件事 換句話來說 盧斯萊斯的設計師當時也是這樣說 你用機器人去彈一隻曲 是無謂可擊的 但是你永遠都不夠 好像莫扎特或者貝多芬來彈的時候 會有一些地方 人類或者機器不會做到的這些瑕疵 往往這些瑕疵 就會成為這輛車的閃光點 這件事你少一些哲學思維 你都想像不到 但是廢博士就是硬頸固執地 要把這輛車結合了全手工打造 以及機器做都未必做得到的 這些嚴謹要求 這樣丟了下去 這個人真是固執到什麼程度 記不記得輝騰的所有廣告 有一個很經典的一幕 就是所有工人帶著白手套 去摸一下這個東西 將最後這塊圖目 這塊圖目是車廂安裝的最後一道工序 就是這塊圖目 上面這個章 現在是寫V6的 它有W12、V8、V6 很正經地坑上去 只要按下去 它就變成這輛車 好像鑄入靈魂那樣 它就可以開得了 V6版本也是最後的輝騰才會有的版本 這輛車是中國版本 去到2011年出廠的 去到2015年 最後一部輝騰也都離開了生產線 也都變成是大眾整個家族裏面 一段往事 我現在去開一下這輛車 驚知商跟我說 這輛二手車 驚知商跟我說 這輛車已經擺在牡頭 賣了很久都賣不出去 根本沒有人會去欣賞這輛車 但這輛車的欣賞門檻 是不是真的這麼高呢 你要記住 開這輛車永遠要提醒自己 你開的絕對不是一部脫離大眾的大眾旗艦 而是一部有大眾心的平民奔利 這件事就合理得相當 也都理解了費博士的一個苦心 其實它的行駛質感各方面的東西是真的OK的 是有大車的尊嚴的 這輛車的行駛質感很輕 還有很平穩 真的四平八穩 是會有那種感覺 是完完全全同同期 你開的A8 我覺得是不能同一而語的 不過大眾的這輛VR6機器 扔下來 這輛車上面 有人說它是一部性能的六缸機 或者各方面的東西 這個也是我承認的 它在動力方面 或者它在表現方面 都會有一種動力充沛的感覺 你不會覺得這輛車是不夠力的 理論上它是用這個六缸機器 是用在這輛車上是恰到好處 一點問題都沒有 你用V10、W12 用這些大絲數的機器 其實鬥氣成份居多 我相信就算在大眾的網址管道 這輛車的江湖地位都不會很高 可能也會變成人家一個笑談 其實當時費博士在做了大眾集團的一哥之後 是收購了同期時有很多豪華品牌 Audi、林寶堅尼和其他品牌 全部都擁有的時候 還有一個品牌叫布加迪 記不記得? 布加迪才是緊張的 你說布加迪是不是一個成功的品牌 如果說我們買一架揮騰 是幫大眾虧了30萬人民幣 這樣來說 你知不知道你買一架布加迪 大眾要虧多少錢 如果計算這條數 你每買一架布加迪 大眾大驅虧200萬歐羅 厲害嗎? 一架布加迪 它就虧200萬歐羅 這個項目才是吸錢的怪獸 如果從間賺錢的角度來說 布加迪才是更慘的一件事情 但是江湖上面對布加迪的威名 基本沒有罵的 罵的只會說你買什麼都不會 因為距離老百姓太遠 買一架車幾千萬 緊張到 這樣的程度 但是布加迪會成為大眾品牌的一個圖頭 用來講故事的一個無窮無縱的一個完全 它亦都變成了什麼陸地上最速的一架車型 顯示費博士已經名神武 它對這個機械上的追求 在體現這個品牌方面 換發生機 全部都是好聽的說話 如果真的從人的角度來說 我都是佩服費博士 如果沒有那些這麼有個性 這麼有性格的人的話 一個品牌或者一個企業 是不會這麼能折騰 這麼有生命力的 你看看它不單止是做了世界上最快的 陸地最速的布加迪 亦都是做出了世界上當時最省油的大眾的一星車 又是費博士的主力下面的一個作品 你想想這個人是強大到一個什麼程度 其實它的成功或者它的失敗 可能是跟每個人的性格有關係 令我想起另一個人是豐田章南 它亦都是這樣的一個人 你想像一下豐田章南有一天 我要做一架GR版本的豐田世紀 事實上已經有了 做一架GR版本的豐田世紀 我還要拿它去挑戰什麼車什麼車什麼車 你覺得豐田那班工程師敢不做嗎 他會這樣跟我說你不要老闆 你做這架車來找鬼買什麼 有鬼人買什麼 那班人都是在鍵盤說好的 真的要它埋單那些走得比你更快 他敢不敢說這些說話 但不要理會 豐田章南先生要做 你這班人就要做 這個就是企業文化 同樣阿費博士當時就是這樣的管理思維下面 去管理它那班工程師 亦都導致了揮騰今天這樣的景地 或者是大眾後面發生的事情 有一個小故事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當時不是說揮騰 是說整個大眾集團 他找了所有的生產線上的總監 總監級的這些同事 或者是一些高級經理 全部叫進入他的房間裡說 我給你們四個星期時間 我要問你們 你要將所有大眾車的公差 即是那些板金的公差 他們對這件事有潔癖 全部控制在不能超過3mm的公差的精度 如果你們做不到 誰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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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就辭職 誰有人敢出聲 事實上他們那班人就是做到 因為那個好像皇帝那樣 皇帝說話我敢不做 敢不做就被人斬頭 這個老闆當所有人都捧著你的時候 他只聽到好話的時候 他的心是紅 他的心是紅 他覺得做什麼都會成功 包括揮騰 拿破崙 他是靠大炮攻佔了整個歐洲之後 如果身邊有一個人跟他說 你不要去打沙皇 你打他死 他都不會犯那個錯誤 他去做一些不自量力的事情 落得他晚年的慘況 這樣的困境 阿費博士 如果當時有一個人出來勸勸他 老闆 老百姓不是需要這樣的車 他不是需要一部平民版的奔利 他是需要一部高價值的 可以令老百姓買得起的高價值的 汽車前達是買得起的 如果有一個這樣的人提醒一下他 可能不會有揮騰 或者揮騰是會基於一個其他車的一個項目 即是現在的一個揮昂 可以出現一部 如果現在的揮昂 是在揮騰的年代出現的話 我相信大眾是會成功的 少了一個這樣的人 你覺得是費博士的悲哀 還是這間公司的悲哀呢 吃過這些規矩的時候 如果大家去反思 一間公司 你那些拆鞋子 會令老闆很爽的拆鞋子 或者是對老闆這些命令 是不打折扣地去執行近乎多 病態程度的 如果你的公司是這樣的企業文化 你要考慮清楚 分分鐘就會因為一部揮騰 分分鐘就會因為這個錯誤的決定 令到你在退休的時候 被人說 本來你一片贊餘 現在變成好壞的參半 你都已經是最好的結果 起碼你沒有累死大眾 其實基於一個這樣的大眾 最近在中國市場改了的那個slogan 我覺得它應該是反思了 你記得以前中國區的slogan是什麼 車資度為大眾 即是車的道行或者車的標準 只有大眾可以定義 寸到什麼程度 大家改了 叫車資度為大眾 是為了大眾去造車 才是大眾這個品牌的圍車之道 它掌握了這個 我相信未來的大眾 是會有機會成功的 而今天的德雷斯頓的玻璃工廠 它已經不做揮騰了 它已經想到未來的方向 目前最新的ID 3 就是在這間工廠製造出來 我認為這條路是一條正確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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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條路是一條正確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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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去找到四條正確的路